大批警力全副武装抓准时机就往铁皮屋里面攻坚 就看到有人被远警喝令趴下 但还有一间房间大门伸锁 远警透过破坏工具强力破门而入 当时这名陈希台商身穿白色衣服人就在门后 里面就看到两桌麻将桌 其他打麻将的人则是站在墙角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昨日晚间高雄凤山分局的警方追查诈骗车手上游 查到台南的这处铁皮屋 疑似旧式水房 特勤警力破门攻坚搜索 并当场查获K他命毒品咖啡包等脏证物 带回涉案的彭信主贤 本辖有多处提款机遭不详车手提领诈骗管项 不续于113年的1月期 侦办溯源迄今至第五层 那发现上游的盘口为彭銜 他在地上整个躺平 然后手再把我拉到后面 然后还开始踹 那我根本用脚踹两三个人 只是这名60岁的陈欣台商 吓到血压飙高 还一度出动救护人员 秀厨身上已经贴满了药布 他拿出验伤单 证明自己身上多处顿挫伤 指控警方不但一度将他当作共犯 还把人压在地上踹 你说叫我躺我就躺 叫我所交给你反制我就反制 我没有任何一个抵挡的现象 那你在我背上踹这两脚 到底是直滑的应该 还是属于情绪的发现 破门时 该城南不断以身体阻挡警方破门 那警方遂以优势警力 进入控制现场 过程中强力压制 有造成城南身体不适部分 地务人员到场后 城南表示已无大碍 不愿就医 警方强调是因为当时 他在阻挡开门 加上环境混乱 第一时间无法辨识谁是共犯 但陈兴台商也咨询律师 考虑对警方提告 民事新闻南部综合报道